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一的独占大作也算是意料之中吧 这么看来任天堂预期的新主机三月出货量200万台 只要产能跟上的话似乎已经可以提前达成了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时候才能大面积扑货呢 南方公园官方发推称 任天堂我来了 玩家猜测预计在今年冬季发售的南方公园完整破碎 也将登陆NS平台 就预避和任天堂的良好关系 以及南方公园的游戏风格来看还是很有可能的 同样是预避 今天预避中国发威 科学上网期待国服 并且抽奖赠送荣耀战魂游戏 玩家猜测难道是预避的土豆要搞国服了 结合前阵子TDP发出的幽灵行动荒野的问卷调查 难道预避中国要和腾讯来一场交易了 我们拭目以待吧 杀手六死定版更新了官方中文支持 而且活动半价 仅需80元即可享受完真版游戏 主机端是否更新中文未知 这下连因为联络上服务器都不好意思给差评了 守望先锋公布 新凶奥丽莎将在3月21日参战 国服是否同步未知 网友吐槽 宝雷表示不服 为什么都是机器人 他能说话 而我只能唧唧唧呢